打开情感束缚直面真实自我 大家好我是温真 欢迎收看本期的温真谈情 男人是很专一的 无论他们是20岁还是他们50岁 他们都喜欢20多岁的女人 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爱美是人的天性使然 所以男人喜欢美女当眼无可厚非 男人在选择恋爱的对象的时候 往往会更加注重对方的外在形象 这是因为男人认为自己与对方并不会长久 所以便没有必要过分的要求对方的人品 而男人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 往往会格外的注重对方的品格 毕竟男人也不傻 知道娶妻要娶贤良之人 而一个女人在以下几出越大就越是贤良 就越容易让男人上瘾 第一心胸 一个喜欢斤斤计较的女人势必会活得很累 这是因为这样的女人太容易被小时牵绊 心胸比较狭隘 一个人做事不计较利益与得失的女人 相比于做事喜欢斤斤计较的女人而言 会活得比较轻松 这样的女人往往有着宽大的心胸 善于为他人着想 看待事物的眼光也会更加的长远 不会计较一时的利益得失 无论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 这样的女人就更容易得到满足 也更容易让自己过得开心与幸福 而男人在和这样的女人相处的时候 不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会让男人感到非常的轻松 所以心胸大的女人更容易得到男人的青睐 第二志向 男人自身往往都有远大的抱负 而男人也同样希望自己未来的妻子 也是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人 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女人 不会让自己整日围着厨房转悠 这样的女人往往有着独立意识 清楚地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而男人若是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会让男人的视野蒸蒸日上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默默 给予她支持与陪伴她的女人 所以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女人 也会很容易被男人爱上 第三本事 一个有本事的女人往往不需要依靠男人 就能够活得很精彩 男人天生就是带有一种征服欲的 而男人若是遇到一个有本事的女人 男人内心的征服欲自然就会被激发出来 产生想要征服这个女人的冲动 不得不说 男人通常都不喜欢那种对自己卑微讨好的女人 所以一个活得高傲 有本事的女人会更让男人喜欢 娶妻不能只看外表 更需要看重的还是女人内心的大智慧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的留言点赞与分享 咱们下期节目